就算杀了一只小强,还有千千万万只小强,我们仍然要勇敢地面对孕育小强的摇篮,蟑螂卵翘。 究竟卵翘里有多少小小强?玩家遭遇野生卵翘又该怎么办?不留下食物和水衣,蟑螂需要水才能生存。 它们可以一个月不吃东西,视温度和体型而定,但没有水,就无法活过一周。 找出屋内所有漏水的地方,一一修好。 断掉蟑螂的水源后,它们会对你设置的凝胶状诱饵更有兴趣。 2. 把屋子打扫干净 防蟑螂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保持清洁。 从厨房开始做气。 吃完饭后立刻洗碗,并把食物移走。 马上清理食物碎屑和溢出的液体,保持基本清洁。 尤其要注意清理炉灶顶端,因为蟑螂喜欢油脂。 3. 封好装有食物的容器,不要把食物摆在外面太久。 别将葬盘子放到第二天才洗,别把水果摆在桌上。 4. 定期拖的,清理食物碎屑和黏糊糊的污渍。 蟑螂需要水,所以不要往墙壁泼水。 5. 定期到垃圾。 准备一个装食物的垃圾桶。 别将垃圾放在屋内太久。 使用有盖的垃圾桶,别用敞开式垃圾桶。 把垃圾倒在离你家有一段距离的密封垃圾箱。 使用诱饵衣,使用市售蟑螂诱饵。 诱饵是吸引蟑螂的食物,里面有慢性毒药,可能装在小孩不能开的盒子里,或成凝胶状。 蟑螂会吃下毒药,并把它搬回潮里,最后所有蟑螂均被毒死。 把诱饵放在你知道有蟑螂出没的地方,比如水槽下,角落里或沿着护壁板撒。 越靠近蟑螂潮越好,这样才能让更多蟑螂吃到诱饵,并把它带回去。 大部分蟑螂诱饵里的活性成分为0.05%伏虫经,或2%伏乙宗。 蟑螂吃下毒药,回到潮里排泄,其他蟑螂接触到毒药后也会死亡。 这个方法需要好几周才能消灭蟑螂。 第一批蟑螂被消灭后,它们的卵会孵出来,更多蟑螂被毒死,蟑螂潮就这样慢慢的永远消失。 2.自制幼儿 将等量的彭酸粉、非颗粒、白面粉和白砂糖混匀。 彭酸粉通常被当作砂蟑螂粉来卖,你也可以在药房买到它。 砂糖和面粉吸引蟑螂,彭酸则杀死它们。 把这些粉末撒在抽屉和柜子后面,冰箱和炉子底下以及其他地方。 以1冒号2冒号1的比例混合彭酸、面粉和可可粉,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 一批蟑螂群消失后,新一批蟑螂会出现,然后死去,如此循环至少三次,每次持续二周,蟑螂数量会慢慢减少。 继续使用彭酸,直到所有蟑螂消失。 小孩、狗和其他宠物可能会误吃这个混合粉剂。 虽然彭酸对类和宠物的毒性不大,但只适合外用,最好把它放在只有蟑螂接触到的地方。 混合粉剂会在潮湿的环境下变硬,你可能的准备纸盒或搏纸盒,保护地板和柜子。 使用杀虫剂衣,使用肥皂液。 这个简单方法可以杀死成年蟑螂。 用水稀释肥皂,可以用玉皂,不要太浓,以免堵住喷头。 把它喷或泼在蟑螂身上。 只要两三滴肥皂水,就能杀死一只蟑螂。 确保肥皂水碰到蟑螂的头和下腹。 如果可以把蟑螂翻过来,最好喷它的肚子。 蟑螂会跑掉或试图逃跑,但在一分钟内突然静止不动,直接死掉或咽咽一息。 肥皂水在蟑螂气孔上形成薄膜,通过表面张力有效堵住气孔,使它窒息而死。 尽快把蟑螂丢掉,否则等水干了,或是如果肥皂水没有碰到大部分身体面积,蟑螂可能会恢复过来。 2. 使用杀虫喷剂。 购买兑付蟑螂,并含有福利勤举止或其他活性成分的杀虫剂。 4. 喷在蟑螂可能躲藏或潜入的地方,包括裂缝、通风口和墙壁。 喷杀虫剂时,确保宠物和小孩不在,并遵循产品标签上的所有安全指示。 如果你同时使用蟑螂诱饵,那就别在诱饵附近喷杀虫剂,以免污染诱饵,导致蟑螂不靠近它。 杀虫剂可以使蟑螂当下就消失,但也可能迫使它们迁入墙壁更深处,反而更难解决。 除了当场杀死蟑螂,消灭它们的潮也很重要。 3. 使用浓缩液 曾经只有害虫防治专家才能使用浓缩液,不过现在普罗大众也能用了。 浓缩液是用水稀释过的毒药或化学剂,只要喷洒、涂抹或用拖把擦在任何表面或裂缝,就能杀死路过的蟑螂。 浓缩液对防止蟑螂再次入侵特别有效,效果可以持续一到二周或更久。 4. 使用专业杀虫剂 蟑螂太多,灭也灭不掉,实在没办法了。 5. 不妨购买市面上最强效的杀虫剂 5. 寻找含有氯氢举止的杀虫剂 6. 专业诱饵,含有费洛蒙的粘板和专业喷剂,远比家庭用品店售卖的产品有效。 6. Psychic CS是一种微囊化学药剂,对腹蟑螂非常有效。 6. 你可以在网上买到,五金店通常没有卖。 7. 它能杀死活着的昆虫,有效性长达三个月。 7. 喷在屋子周围,还有墙角,地下室等地方。 7. 这个方法的坏处是会把所有虫都杀死,包括吃蟑螂的虫,比如蜘蛛和马鹿。 8. 只在万不得已之下才使用这个方法。 8. 如果家中有小孩和宠物,就不要尝试了。 8. 它们含有剧毒,任何吃下都会受到伤害。 8. 使用陷阱衣,使用市售的蟑螂捕捉器。 9. 蟑螂被吸引进入捕捉器,就会被焦合剂黏着,无法动弹。 9. 买几个捕捉器,分散放在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 9. 它可以有效杀死一小群成年蟑螂,但不会影响蟑螂巢。 2. 使用水罐。 9. 把一个罐子放在墙边,就能简单有效地诱补蟑螂。 9. 蟑螂一旦进入水罐,就再也出不来。 9. 你可以在罐子里放咖啡渣,水等诱饵。 9. 如果天气比较干燥,只放水就够了。 9. 它能杀死成年蟑螂,但不会影响蟑螂巢和蟑螂卵。 9. 使用汽水瓶。 9. 准备一个塑料汽水瓶,剪掉上面弯曲的部分,倒过来放在瓶身上,看起来就像瓶子里有个漏斗。 9. 用胶带绕一圈固定好。 9. 将少许肥皂水到净平底,把陷阱放在蟑螂出没的地方。 9. 它们会爬进去,然后淹死在里头。 9. 防止蟑螂再次入侵,将屋外杂物移走。 9. 蟑螂喜欢木材堆和其他方便躲藏的地方,天气转粮时,则会转移到屋内取暖。 9. 不要把木材堆在屋子附近。 9. 将浅草堆、落叶、剪下来的枝叶和其他垃圾移走。 9. 堵住蟑螂进入屋子的入口。 9. 封住外墙裂缝,挡住蟑螂的入口,就能阻止它们进入你家。 9. 屋子里面的裂缝也要封住。 9. 虽然得花一些时间,但是值得的,因为你清除了蟑螂最喜欢躲藏和繁殖的地方。 9. 修补厨房所有柜子的裂缝。 9. 把地板、门和窗户相边两面的裂缝都补上。 9. 堵住浴室及厨房水管的所有缺口。 3. 设置陷阱,防止蟑螂进来。 9. 即使你成功移除蟑螂巢,也要设置陷阱,以防它们到回来,再次脱离你的掌控。 9. 最好在蟑螂可能使用的入口附近,例如勾取或通风口,留几个裂缝不要补,并设置以下陷阱,喷洒凝胶状或液态杀虫剂,例如RAID。 9. 这是第二道防线,如果屋内有幸存的蟑螂,或是屋外蟑螂成功通过了钢丝绒,杀虫剂起码能让它变得虚弱。 9. 用填料,SPECLE蜜子或其他固化涂料修补缺口。 9. 如果是护壁板或木板上的裂缝,填了SPECLE蜜子后,再涂上树枝或木漆漆。 4-6小时后,蜜子就会变硬,它对小孩无害。 小提示,把开了蜂的麦片包装放入自封带蜜蜂,才放回盒子里。 9. 别让盒子里的蜜蜂袋四周堆满碎屑,蟑螂可以靠这点食物活很久。 9. 零食夹或其他夹子无法阻挡蟑螂。 9. 小袋或小盒子里的食物也需要这么处理。 9. 面粉、糖、燕麦等都必须收在蜜蜂容器里。 9. 这些步骤看似简单,但非常有用。 9. 打死蟑螂后,记得清理干净,因为蟑螂会吃同类。 9. 将浴盆塞盖上,以防蟑螂从沟渠爬进来。 9. 把死蟑螂丢进马桶冲走,让它离开你的家。 9. 蟑螂会躲在烤面包机里偷吃碎屑,记得定期清理烤面包机,然后运行三分钟,消除食物的味道。 9. 薄荷油,黄瓜皮,柑橘类,猫薄荷,大蒜和丁香油都可以自然驱赶蟑螂。 9. 将锅,盘和碗碟倒过来放,防止蟑螂在里面排泄或产卵。 9. 不要堆积杂物。 9. 不管是纸张还是衣服,蟑螂都能住巢。 9. 也要留意车库,阁楼或地下室。蟑螂可以随处安家。 9. 清理院子里的猫粪、狗粪。 9. 蟑螂可能会吃这些排泄物,或循着排泄物进入屋子,污染家中环境。 9. 把食物和所有东西收在蟑螂无法接触的地方,临睡前先倒垃圾。 9. 才似母蟑螂是否会毁坏它的卵。 9. 关于这点还没有一个定论。 9. 蟑螂卵就在被称作卵翘的后囊里,基本上如果母蟑螂死了,它们也无法生存,不过最好还是把鞋子粘到的蟑螂卵清除干净。 9. 找到蟑螂潮后,喷洒不刚去浇清洁剂,堵住蟑螂的呼吸气孔。 9. 它能杀死蟑螂,并留下它们讨厌的味道。 9. 打死蟑螂后,记得彻底清洁四周,把用来打死蟑螂的物品丢掉或洗干净。 9. 蚂蚁和壁虎会吃害虫。 9. 蚂蚁还会吃白蚁,当然最好是不用杀虫剂。 9. 在所有厨房柜子里装上荧光灯条或灯盒,把灯打开。 9. 蟑螂不喜欢光,所以灯能阻止它们进去偷吃食物碎屑。 9. 另一个做法是将所有柜门敞开,然后打开厨房灯。 9. 虽然无法消灭蟑螂,但能减少你家对蟑螂的吸引力。 9. 使用有蛆虫作用的粘性贴纸。 9. 如果你使用公共或社区洗衣设备,可以先用热水和大量漂白剂,清洗白色衣物和床单,再洗其他衣服。 9. 不然,就先放热水和漂白剂,不放衣服,就这样让洗衣机运作一轮,第二轮才洗衣。 9. 洗好后,立刻把衣服放进烘干机,尽量用最高温烘干。 9. 将干衣服直接放进塑料袋,马上离开洗衣房。 9. 回家才将衣服叠好或挂起来。 9. 衣服可能会有些皱,但至少不会把蟑螂带回家。 9. 非要在公共洗衣房叠衣服的话,先在台面上喷洒漂白剂和清水。 9. 等桌面风干后裁叠衣服,以免漂白剂损坏衣物。 9. 当然,如果你不想把蟑螂带回家,最安全的方法是用自己的洗衣机和烘干机。 9. 在角落放臭丸或卫生球。 9. 蟑螂讨厌这些味道。 9. 打死了蟑螂后,记得清理干净,不要留下一点痕迹。 9. 即使蟑螂死了,如果没有马上处理,它的卵人有可能孵出来。 9. 为了防止屋子再次被蟑螂入侵,记得摧毁它们的潮。 9. 在不同地方多放几个蟑螂诱饵和捕捉贴最有效,尤其是靠近蟑螂出没路线,或有排泄物的地方。 9. 不要过度清理这些地方,以免蟑螂改变路线。 9. 住在小公寓,不想花钱,或是纯粹想偷懒。 9. 不妨用塑料袋修普裂缝。 9. 这个方法简单又便宜,只要把塑料袋塞入地板,墙壁和护壁板的裂缝和缺口,就能有效堵住它们,防止害虫进入。 9. 即使无法驱逐蟑螂,但起码减少了它们可以使用的入口,这时候趁机用其他方法捕捉及消灭它们,效果会更好。 9. 想要立刻杀死蟑螂,你可以对它们喷酒精。 9. 将外用酒精,虚后水或任何含有酒精的东西倒进喷瓶。 9. 头发定型剂也很有效。 9. 以上所有方法都没用。 9. 联络害虫防治专家。 9. 它们或准使用更强效的化学剂,覆盖范围更广泛,既能有效驱除害虫,还可以确保你的家安全。 9. 自己做补蟑螂器,在糖盒里铺上补银纸,然后盖上盖子。 9. 把盖子打开,让蟑螂进入。 9. 你也可以用火柴盒或其他小盒子,把盒子两端切开。 9. 补银纸比蟑螂贴便宜,但有相同的效果。 9. 把卫生球放进掉料罐也很有效。 9. 放置约2.5厘米高,盖好盖子,放在抽屉和柜子里。 9. 看见蟑螂就摇一摇罐子,散发气味,并防止卫生球粘在一起。 9. 配上胶砖板或盒子就能捕捉蟑螂。 9. 放在抽屉和柜子前面最有效。 9. 一盒卫生球可以放12个掉料罐。 9. 放在抽屉和柜子前面最有效。 9. 放在抽屉和柜子前面最有效。 9. 放在抽屉和柜子前面最有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